张亮发文宣布离婚,却因大意写错时间。网友,这都能搞错。 11月29日一早,张亮发文宣布了与妻子扣近离婚的消息。 然而在张亮宣布离婚的时候,他的文案却因大意写错了时间。 第一次他写的是2017,有很多的网友看到之后都纷纷表示这都能够搞错。 张亮和妻子离婚之后,他和扣近两个人决定共同抚养孩子。 对于这一点很多的网友都是比较认可的。 如今天天已经12岁了也有了自己的想法,小女儿还比较小只有4岁,希望在接下来的时间中小朋友不要被这件事所影响。 近期娱乐圈发生了很多事情,面对即将快结束的2019我们大家都不希望再有不好的事情发生了。 张亮此前也是大家比较喜欢的一人,大家对此怎样看呢?